議員議員議案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議案剛剛獲得通過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 对今屆立法會而言 還是對於綜援的抗爭歷史而言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 我看回頭 在1993年1月13日 楊心議員有一個類似的議案 關於不落通過 在2013年田北俊也有一個優化失業綜援的議案 修正案 張超雄剛剛做了 當時做了也獲得通過 到今日呢 我們都得到跨黨派的議員支持 我的議案獲得通過 我要多謝投票的所有議員 無論是什麽政黨 什麽板塊 都要表示我對你們多謝 亦都要多謝 捍衛中緣權利大聯盟的努力 亦都要多謝過往那二十幾年 一齊 無論是在學院裏面 在街頭上面 在記者會上面 一齊努力的一些團體 和中緣人士 羅志光說會聆聽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但是仍然都不會全面修改中緣 甚至乎不斷地回應 說我們言說的很多的迷思 勞動和勞選又不同 運動和老年又沒有關係 一大堆的迷思 仍然是口硬心硬 不斷地說立法會議員在嚇公眾 迫政府 但是其實 大家都清楚 這個是立法會 去監察政府的一個力量 今天通過之後 我們會 出信 今天就會出信 我和超雄會出信 給林鄭月娥 我們會邀請各位支持這個議案的議員 無論什麼黨派 一齊去見林鄭月娥 要求立即各自收緊獎者 綜援年齡上限 立法會是香港在憲制上最高的民意代表 立法會過去在事務委員會 至少兩度通過了動議 是要求政府各自收緊獎者 今天立法會全體通過 你看到是跨黨派支持 這個各自收緊獎者 縱援的動議 政府一意孤行 與民為敵 這個政府 去到這樣的階段 我們 長者貧窮的情況這麼嚴重 社會政府這麼富有 還要進一步削減長者縱援 我們希望這個政府今天聽到一個響亮的聲音 無論民主派建制派一致 認為這是苛政 立即要擱置 我們呼籲政府 不要再與民為敵 2月1號 如果政府一意孤行 它是不僅目視了在立法會 一個共同的立場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它漠視了香港 大多數市民 特別是長者 對於政府 最卑微的要求 一個富可敵國 勇萬億儲備 有超過三萬億的財政 和一些外匯儲備的政府 居然說 是沒有能力去照顧 在社會上最邊緣 最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長者 這是一個極之可恥和卑鄙的事 我們希望 政府 臨迷 立馬 在2月1號之前 自己宣布 取消這個政策 我只是想回應羅智光局長 剛才的一些觀點 羅智光局長說 他說 勞動和勞選 兩件事是要分開 但是他不要忘記 在他的發言裏面 同時間有提及 七成的領取縱援人士 都是體弱 傷殘 很多人 不是說 一定要領取縱援 但是他們領取縱援 都是處於一個 不理想的社會處境 亦都是 很多事無可奈何 但是政府帶頭 提高領取縱援門檻 這個是過分 他還要 揚揚得意地 和市民說 不如邀請議員 包括我 去參與杜凱榮 因為我發言的時候 有提及他參與杜凱榮 一般的勞動階層 未必有條件參與 特別是領取 成人 單身 的縱援 人士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都已經 是體弱 或者工商 或者各種原因 是需要領取縱援了 說真的 我和他參與又如何 只要他撤銷 縱援的收緊 我們願意做任何的事情 我也希望政府和羅子光局長 是重新審視 縱援現時 很多的缺陷 包括了 照顧的網絡 是不充分 我們叫他 就是 來處理那個生活工資的問題 還有一個 就是說 一定要 撤銷這個 收緊縱援的政策 謝謝 差不多了 好 我們有封信 這封信 就是我和阿超雄 因為今天就會出這封信 給林鄭要求 我們會和我們全體的議員見面 立即各自收緊掌跡蹤援 欺貧怕父母天理 欺貧怕父母天理 林鄭何不食肉味 林鄭何不食肉味 立即各自收緊掌者蹤援 立即各自收緊掌者蹤援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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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